胃酸怎么办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孙万森 闲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人医师 大家要知道这个胃酸是干什么的 胃酸实际上是帮助我们消化食物的 它是由胃的腺体分泌的 这个胃酸里面它组成它有很多 胃酸正常情况下 它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啊 我们吃饭的时候胃的腺体分泌 胃酸然后帮助我们消化食物 有些人他空肚子的时候 他也会感到这个胃 老师出现胃酸 在中医术语上它叫做反酸 老师一反酸胃里面感到酸酸的 这个时候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的肝气预致了 就是肝呢 把这个输泄功能它失调了 它让这个胃酸不能够正常的来分泌 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 我再让你分泌 现在你不吃饭你也分泌 说明什么问题 你平时预致着呢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会出现一个异常的分泌 就会出现反酸 这个在我们医学上的话 它有一个什么病叫做胆质反流性胃炎 或者叫做胆质反流性食管炎 为什么 胃酸反流到食管 引起一个食管味的一个 黏膜的一个损伤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从中医上来讲的话 就是要抒干离气 让你这个胃酸分泌正常 当然西医有很多药 胃酸多了 我可以抑制你这个胃酸的分泌 最早的你像甲青米瓜 雷尼替丁 到现在我们经常用的奥米拉座 还有半托拉座等等 很多 所以你看很多在消化科技的病人的话 他这几个药都是经常用的 就是抑制胃酸的药